大家好 為各位所介紹下面這項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安裝的車種是 OK這個是JETS JPOWER S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什麼呢 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二鎬手工廠的一個 鈦合金的一個馬錶或油管支架 那這個是由 這個二鎬手工廠的 老闆小老闆所設計 然後他的一個創意 那麥可叔叔 個人也非常欣賞這一隻的 創意 從以前我們之前有拍過類似的影片 在序路中我也特別有說明 很簡簡單單 利用一根鈦合金的 一個鐵絲 直接做一個彎管的一個動作 然後簡簡單一個創意 但是非常的簡單方便 再加上一個燒射 正鈦合金 百分之百正鈦合金的一個處理 那不但是強度好 然後呢當然支撐性也非常好 那這個方面呢 也當然如果說有必要性 譬如說要長一點短一點呢 都可以用我們手呢 下去呢做一個轉折 稍微還是可以喬一下這個角度 那二鎬手工廠這個商品呢 跟麥克叔叔我會覺得這個是非常棒的一個設計 拿來當不管是這個 馬錶支架 或者是油錶支架都非常的好 那我們看一下目前這個大圈圈的部分 這個是長度 二鎬有這個 這個尺方面的話有分兩個尺寸 其實它並沒有限定說你是要用在 馬錶支架還是所謂用在油管 其實用在油管也可以 那有人說那油管是不是要拆 把油管卸油卸掉呢 其實並不是齁 只要把這個地方稍微扳開一下 讓油管穿進去 再把它壓回去就好了 那你說泰河清有這麼硬嗎 其實也 因為這個線徑比較細 所以並沒有硬到這樣的程度 那這一方面呢 是可以做一個彈性上的一個運用 非常好 那像這個各位所看到這一支是屬於長的 也是二鎬手工廠裡面最長的 那當然可以跟麥克叔叔我的手做一下比例 好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邊 那這位車主呢 另外一邊它也是有裝這個 二鎬手工廠一個支架 那這一支是屬於短板的 一樣是一個大圈圈 那在這個部分呢 一樣是有一個燒鈦的一個這個痕跡 燒鈦的一個製作 那但是在這個部分呢 為了迎合這個JTS JPOWS的一個角度的問題 那目前呢 車主呢 還沒有改裝卡鉗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有稍稍的做一下這個曲折的部分 然後一樣會 勸助它原廠的一個保護墊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地方呢 也不會對這個原廠的部分造成這個磨傷的問題 那直接用原廠的鎖點來做一個支撐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那當然二鎬手工廠還有小圈圈的部分 那我所謂小圈圈是這個圈圈的部分 小圈圈的部分 當然也可以用來支撐油管 或是支撐碼錶支架都可以 總共有四種規格 然後呢 那大部分小圈圈的部分可以用來 譬如說用在香星金站啊 BWS的一個這個 油管支架 呼吸管支架等等 都可以使用的 非常方便 那喜歡呢 可以到賣個財戶機的精品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都有各種的尺寸可以現貨供應 那正態合情 那當然像網路上有瑞士 開始有一些仿冒的商品 但是真正的原創還是原創 麥可叔叔這方面 還是喜歡這個原創的商品 那喜歡可以到目前 各位看到影片的正下方 可以這個 連結到我們的Facebook做詢問 或是都到我們的 買賣的一個網址 都可以做這個購買 謝謝大家